想認識國家文化 可以讀歷史書 可以看歷史電影 但想深入學習 原來有很多不同途徑 例如砌積木也可以 你看看 著名國畫清明上河圖 以描繪北宋首都開封的繁榮景象 成為巨作 趁著國慶日子 有機構就用了五個月 在商場砌出全長26米 闊1.78米的清明上河圖立體版 打破積木品牌的建歷史世界紀錄 全球最大立體情景模型 同場展出多件 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 積木雕塑模型 包括龍行天下 兵馬俑 國寶大熊貓 和熊貓貓寶等 被市民參觀 為何看這個模型 很漂亮 我值得欣賞 我覺得這部畫很漂亮 砌得這麼好 我真的很逼真 我覺得很特別 來做真的很震撼 漂亮得不得了 最喜歡哪個部分 這裡的河 好像解重度很高 做得這麼漂亮的橋 它現在砌得這麼逼真 種的和田應該很特別 但是那個構思真的很厲害 Andy 為何這次會構思 這個立體積木清明上學圖 其實清明上學圖 積木模型的構思 我們都在大約六七年前 在內地做了很多 中國式建築時已經有 而清明上學圖 是一個很著名的全世名畫 描繪了一千年前 一個很傳統的中國文化 的人民情境 我們都希望能夠用積木 去將這麼宏偉的清明上學圖 演繹出來 清明上學圖 本身有很多精細的構圖 怎樣用立體積木去呈現出來呢 其實我們都是參考畫作 然後再加上很多歷史文件的資料 我們作出深入的研究 然後是利用我們積木 去模仿當時不同的建築物 船、交通工具 甚至是利用人仔 去做當時畫中的小故事或情境 這次製作的過程 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第一個是一幅畫本身 是一個單式的作品 而積木是一個七彩繽紛的玩具 當我們用七彩繽紛的積木玩具 去演繹單式的畫 其實我們需要填上顏色 填上顏色時 我們都要參考很多歷史文件 希望能夠營造效果出來 而第二個是 幅畫本身是一個單面 我們要把它變成立體模型 其實是 譬如說很多位置 例如背後 或是一些幅畫的下半月 我們需要把它補完 這些都是運用了我們創意 和參考了很多歷史資料製作 第三個就是 積木人偶的衣服、表情、動作等 都是有所限制的 這個我們只能夠盡量去演繹 甚至將我們創意加入去 去將一些比較有趣的情境 去演繹出來 你會最推介大家欣賞哪個部份 在紅橋周圍 有很多繁盛的商店 或者我們都放了很多人 然後演繹一幅畫中發生的故事 另一個也是汴京城內 在城裡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一些店舖或建築 或者很多不同的日子 去做不同的故事 你們就破了《見歷史世界紀錄》 有甚麼感受 真的很開心、很感恩 因為這是真正自己一直想做 然後可以代表中國人 去挑戰世界紀錄的一個項目 記得讀中學的時候 有讀到北宋的歷史 這次就在現場看到 一個個用積木堆砌出來的場景 有一條條的街徑 又有古時的泰醫院、大酒樓 很有那個年代的風貌 很細緻 教授,跟我們介紹一下 《清明上河圖》的出處和故事 當時的一位宮廷畫家 叫做張澤端的一位畫家 為當時的皇帝 徽宗皇帝 他畫的北宋首都汴京城的景色 在裡面有很精彩的 亦都很詳盡的 當時的生活的白態描寫 是我們中國歷史上 中國繪畫史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在看積木板的《清明上河圖》 你會建議大家留意哪個部份 我想可以分成前段、中段和後段三個部份 前段的未入城之前的 一個成交礦野的一個景色 我覺得最有趣就是 中間一個田野 宋朝是一個很重視農業生產的社會 在張澤端的作品裡面 亦都保留了很多當時農家的生活的感覺 至於中段的部份 當然就是不得不提 最出名的那條控橋的部份 控橋上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發生著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都鼓勵大家去探索 至於後段 入城最熱鬧、最富庶的地方 亦最多商業活動的地方 客棧有一個小小的彩蛋 我自己的研究認為 那個日子就是我們的作者 張澤端老師 我們去跟張老師 和大話家大聲招呼之後 在斜對面 就有另外兩個很多朋友 忽視的小建築 一個是一間診所 另一個是一間銀行 剛才聽了這麼多有關 清明上河圖的歷史和故事 我就決定再慢慢欣賞一下 這個立體模型 然後回去補貨 讀多些歷史書 說不定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故事